大手牽小手围成圈圈玩在一起 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 展开文化交流任务 菲律宾马来西亚团 24名台湾青年大使 日前抵达菲律宾访问 前往马尼拉平民区社区服务 为平童表演 博得孩童热烈回响 我们大家能很快的融入在一起 那我们也被他们真挚的情感所感动 他们会自然而然了 就来抱着你牵着你的手 就跟你抱在一起黏着你不放 那这样给我们都一直很大的感动 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当地孩童真挚的欢迎访问团 让团员们非常感动 有人因此开始关心 平童的教育问题 也有团员借着拜会参访的行程 观察到菲律宾民众如何参与政治 他们对于他们政治体制的掌握度 我觉得很高 然后同时也很亲民 就是一般民众可以看到 他们里面发生的情况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 台湾可以跟他们的体制 做一些比较 然后也可以学习到他们的优点 访问团最后赴盛汤马斯大学 带来台湾之夜演出 以台湾景点 节庆农渔业科技健保成就为主题 编程短剧和舞蹈 介绍台湾特色 为菲律宾这一战的行程画下句点 他们本身有专业 那么他们做了很好的呈现 但是也让他们看到 菲律宾不管是政府部门的官员 国会还有NGO的团体 还有像学校方面的 都有相当好的一个 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深化还有广化 我们青年大使的国际观 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 今年迈入第十届 累计开办以来 有超过1600位青年学子参加 是政府推动公共外交 重要的一部分 让台湾年轻人 有机会参与国际事务 今年国际青年大使 共选拔国内大专院校学生 72人分成三个团队 出访亚太共六个国家 菲律宾马来西亚团 近日转往马来西亚 继续为台湾在海外发声